空軍兩架F-51戰鬥機的墜毀意外 軍方目前還是持續在進行搜索救援任務 絲毫不願意放棄 總統蔡英文在今天下午也飛抵台東 前往B館悼念殉職飛官羅尚化 同時也慰問了失蹤的飛官潘影樽他們的家屬 空情隊的直升機在海面上不斷的盤旋 要仔細搜尋目前能失蹤的上位潘影樽的身影 22日空軍兩架F-51戰鬥機 在執行任務時不幸發生意外 造成中尉羅尚華殉職上位潘影樽失蹤的漢士 為了趕在黃金72小時的救援時間內 找到失蹤的潘上位 空情與海巡人員從空中、海上以及暗記 積極地進行搜救工作 希望能夠盡快傳出好消息 而總統蔡英文也在今日下午搭乘專機抵達台東 為台東的空軍軍官打氣 並為問失蹤上位潘影樽的家屬 同時也至台東勢力殯營館 向殉職的中尉羅尚華的家屬碾香致意 空軍發生意外是大家所不願意看到的情況 目前也希望全民能夠一起集氣 希望失蹤的潘上位 能夠盡快傳出好消息 記者陳靜靈台東市報導